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株我最喜爱的万代兰 它们都是大型的万代兰 虽然它们的蜘蛛很大 占地方很多 但是它的花也特别大 然后所有的花开在一块儿 形成一个大花球 看起来特别的漂亮 首先我们来看这朵粉色的 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 这两种花 一种是粉色的 一种是紫色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粉色的 这个粉色的颜色特别的艳丽 是那种粉红的 它的名字呢 叫 Pink Pink Girl 这是我买的第五个万代兰 当时呢 我因为特别喜欢兰花 我就从YouTube频道上 首先看到了 Miss Orchid Girl 她售的这一盘粉红色的万代兰 当时的颜色特别漂亮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一盘 然后呢她还非常爱开花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盘蓝色 蓝色的 就是也可以说是蓝紫色啊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蓝紫色的 因为她的在在蓝花当中 这种蓝色的花是非常非常少的 虽然叫蓝花啊 蓝色的花很少 对于养护这两种万代兰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紫色的万代兰 在我们养护过程中 这个万代兰呢 它属于我们要遵循它的条件 它属于那种热带的 热带潮湿地区的环境 就是在我们美国的中部啊 我现在在美国中部啊 我们如果要养的话 就要经常给它多浇水 尤其是它的叶子多喷水 你看这个啊都已经有点干了 呃 我呢总是在那个盆底流一点水 呃 让它 呃 让它总有水 让它的根总能吸收到水分 呃 尽管这样还是有时候会干掉啊 尤其在夏天放在室外的话 呃 所以呢 呃 所以呢 就是对羊这种万代兰啊 由于要像在干燥的地区 或是温度稍微低一些的地区 呃 大家呢 呃 夏天呢可以放在室外 但是要经常的浇水 嗯 冬天呢 嗯 嗯 嗯 你放在室内的话 嗯 嗯 这种粉粉艳艳的颜色 以及漂亮的紫色 会立刻让你的啊 啊 房间啊 充满春天的 春天的生机 好 这就是我所说的两 呃 两种啊 呃 万代兰 一颗 一颗是蓝色 一颗是粉色的 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呃 一些万代兰 我会接下来的呃 节目中 会给大家继续介绍啊 一种是紫色的 不是紫色的 这种应该叫 呃 深红色 啊 谢谢您的收看 嗯 再见